大家最開心都是比較有互動的環節 大家能夠碰到一些平時不是經常碰到的相機 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年資源協會代表徐學賢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新界區賀國慶青少年短篇大賽 希望培養青少年同學們 能夠拍攝到一些新界區的特色、風光、面貌 以及能夠帶出一些與國家相關的主題 來作為一條影片 我是大致聖方製國書院的陳德鳴 我覺得我學了相機的拍攝技巧和一些知識 我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沒有用過相機 之後我現在學到很多的東西 以後我可能都會買一部相機來試一下 剛才同學們的反應都十分熱烈 有聞有答 教了他們一些無論手機也好 相機也好 一些拍攝小知識 同學們都十分踴躍 而且對於攝影這個題材都十分好奇 我是聖方製國書院的學生 我叫劉思琦 好像是五年級開始 就開始拍攝 之後開始拍過一些片 第一次跌出是因為我朋友 給我看了一個他拍的片 之後我就覺得 哇 拍這些片很帥 之後他就教了 之後就開始拍了片 學了怎樣拍攝 因為之前是從來都沒有電過相機 真的相機拍出來的東西 跟手機有很大的差距 大家好 我是聖方製國的學生 廖子謙 之前有試過拍一兩段片 都喜歡 學了很多那些視影技巧 都挺重要的 如果你不懂的話 那些拍出來會很奇怪 大家好 我是新社聯 北區地委會副主席潘夏文 今天來到粉嶺聖方製國書院 通過拍攝短片 令到學生學習我們國家的歷史 和感受國慶的氛圍 剛才在討論過程之中 各位學生都非常之踴躍 都不斷提到他們自己的興趣 和他們對於這個活動的想法 究竟大家今天出去拍攝 究竟需要拍些什麼 大家最開心都是比較有互動的環節 大家能夠可以碰到一些 平時不是經常碰到的相機 甚至自己能夠親身去 嘗試一些拍照的時候的感覺 或者摸到一些相機 能夠實際操作得到 相信他們這個部分 他們是最開心 亦都最有得著的 我們接下來都會和我們的老師 和學生去一些地方去取景 和看有沒有新元素新想法 去令到這條短片 更加充實和精彩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我們新界區何國慶青少年短片大賽 希望大家同學們加油